今天我們上禮拜放假 上禮拜的相關東西其實就放Moodle 所以你可以到Moodle的公告區裡面 在我們公告區裡面 就會有相關的 住假有提的什麼作業繳交規則 點名、請假、聯絡方式 這上面都有 我覺得我們住假已經 非常 把這些東西非常成熟了 所以你們自己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話 我們在這邊 這是B班的 B班已經上兩次了 A班現在只有上第二次 所以A班的進度比較慢一點 這邊有個公告 公告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公告的部分第一次上課在這邊 往後我上課都會把影片錄下來 幾段影片 就是會用 就是一段一段 就是等於是 每一段影片的名稱 然後 就裡面的相關敘述 所以今天假如才剛選進來的同學 回去自己再稍微看 我就不贅述了 因為講過了 我就自己回去再看一下影片好了 那底下的話就有完整影片 當然底下這邊有一個 YouTube的一個播放清單 你可以連結到這個播放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總共四段影片 包含什麼呢 就是我們第一次上課 有簡介一下課程上哪些內容 第二個我們要做一下問卷 發現好像這位同學程度都 不是那麼好 但可以理解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工具 它比較需要很大量的資料 所謂的Big Data 大數據 那問題是你們現在在學校 好像要有Big Data的機會太少了 所以可能你要到業界才有辦法 有那麼多的資料 如果你沒有那麼大的資料 你可以用別的 像我們後面會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政府的開放資料 它有開放很多的 相關可以開放的資料 就放網路上 我們把它抓下來 然後做一些統計分析 知道一些問題背後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用很直覺的 很簡單的方式 視覺化呈現圖表 讓人家一目瞭然 那這樣該怎麼做 我想就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我是覺得這課程其實沒有那麼枯燥 主要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因為很多問題 怎麼知道背後的答案 那當然一定要 當然你可以慢慢來是沒錯啦 可是如果快一點 能夠有效率的做事情 那你應該要學習吧 然後其他的話 課程說明評分方式 剛剛有提到 另外我有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主要是利用 我們選課同學的資料 然後做一個分析 再知道一下哪些系數的 選課同學最多 這個我想你們就自己 回下來慢慢看 另外還有一個資源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之前我在這邊 已經上了幾期課吧 大概2020到現在 應該已經八個學期 七八個學期了 所以前幾期課程 所有錄影 都在哪裡呢 在我們雲端上面 所以你找到雲端 雲端這邊有個教學論壇對不對 教學論壇底下這邊 第一個這個 2021這邊 這個進去的話 其實就是我前幾學期上課的 所有的錄影 OK 你就慢慢看 如果假設你擔心了 你會跟不上的話 那請你再把它做個預習 OK 那包含這個是上學期的吧 上學1到14次上課 這邊就有了 上課內容 然後完整的影片 上課內容 上課內容 底下都是啦 所以呢 你也許可以自己做一個 schedule 你自己排一下時間嘛 反正也不要急啦 像這個東西 要把它馬上學會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還有一點 這課呢有個重點 這一定要實做 因為你即便你聽太多 導入你會做 會做其實你就大概知道 你就不用特別去背它啦 會做其實蠻直覺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除了會做之外 還要熟練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會做 但不熟練 不熟練很多 為什麼你不熟練 因為你可能做得很少吧 所以要怎麼樣的方式 能夠讓自己非常熟練 那就是不斷地去訓練 有沒有 那其實技能 skill其實就是 它就是很直覺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有這個技能 有沒有 那個技能其實重複性很高嘛 有沒有 所以很多那個修理東西 為什麼還奇怪 它修東西很快就OK了 你為什麼你弄半天 你還要抓到藥臉 因為人家已經做了 一千次一萬次了嘛 對啊 熟到一個不行 那技能當然還不能稱上專業 所以你好像專業 更專業的話 變成說你還不是只是會做 還要懂為什麼 而且還能夠創新啦 我覺得才能夠再提升起來 提升你的專業啦 OK 那這門課程 我是覺得非常多的一個層次 就是解決問題 那這個部分很多是我個人的 想出來的方法 那你說為什麼這樣做 我是覺得我因為我吸收到的 那我把它整理消化之後 所得到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分享給各位 所以這個論壇部分在這裡 請各位 那當然如果你要加進來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務必讓我知道你的學校跟姓名 我都不許加入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也對外公開 只有for各位同學啦 你們上課才能夠加入 因為這個也是我個人的 這個這個智慧財產 好那底下的話就是加入之後 我會幫你何許就嫁進來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來看那個 就是課程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先從第一單元 所以後面其中報告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 那期末的話就會多一些 可能就是會把聚集跟VBA部分 還在凸顯出來 所以期末可能就這兩個 也許程式要多一點 那其中我可能還會講一些爬蟲的東西 像爬蟲 網路爬蟲應該知道 資料在網路上把它抓起來 那你就不用C-C-C-V 一直複直貼上 那但是呢 只要講到網路爬蟲 大部分都會建議學Python OK 不過Python有個問題 就是要把資料再放E-Sale 等於是你要再花兩次兩道程序 那如果你假設你的資料 就是希望跑到E-Sale的話 那其實你乾脆直接用E-Sale裡面VBA就好了 一次就搞定了 OK 那為什麼比較少人用 其實我覺得 主要應該是 很多人還是 怎麼講 接收到的訊息比較多還是Python 因為網路上分享的比較多 那E-Sale VBA反而比較少一些 不是不能用 後來我發現其實是蠻OK的 沒有問題 那其實像我這個爬蟲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教Python 我不是只有教E-Sale VBA 最早其實我是因為教Python的爬蟲 我想了一下 其實E-Sale VBA也可以 但是怎麼做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太多的方向 所以慢慢我就把它整理出一個 把以前Python上課講過的範例 拿到E-Sale裡面來實作 發現其實也沒問題 而且反而更簡單 OK 有些地方 當然不是全部都簡單 所以至於說 你說 老師那該學哪一個比較好 我個人的想法 因為我是覺得最好都學 當然都學會花花花很多時間 但如果優先次序的話 我是建議 E-Sale VBA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如果你之後學完之後 覺得還有興趣 我覺得Python也可以把它了解一下 漸進的 我覺得 當然你說還有Java 還有C++ 慢慢 我覺得你可以分階段 如果你這些軟體都會的話 那你再結合AI 有沒有 現在很多Trilgb之外 像Google也有Germany 生成是AI 你如果也可以銜接的話 你將來在就業上面 我想應該就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夯這個 如果你的履歷表上面 有AI這相關的專業的話 那我想應該就鍍金了 OK 而且你的薪資應該也不會太差 不過前提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培養 這項專業的技能 OK 專業的技能 技能我剛剛解釋 要匯之外還要熟 所以你要怎麼樣又匯又很熟 那這個可能我想 你要很多的訓練 其實是真的很蠻花時間的 但是一個學習夠不夠 我覺得應該不太夠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課程 當成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剛剛講 你報告裡面 我不要求說你馬上要變專家 怎麼可能每個人變專家 有點怪怪的 有很多人請問你報告 突然變一個很專家的口氣 好像不太對 OK 所以你的報告裡面 我是容許說 你遇到很多問題 可能可以解出來 但是也可能解不出來 解不出來 沒關係 你可以告訴我說 老師我暫時解不出來 我之後可能慢慢再努力 我之後這個課程結束之後 也許我可以再學習 我是可以接受的 沒有人說一下馬上就可以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把雲端上面 OK 雲端的位置 應該這個可能要非常重要 我許你